我們所能做的只是三句話就講完了 要自覺 其實我們經常看到這些字 只是你沒有去理會 為什麼老講這些話 一個人要自覺 自覺什麼 自覺我們每一個人生出來的時候 他不是完美的 他都是有缺陷的 這個叫個別差異 個別差異就是 表示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完人 我們都是有缺陷的 這一輩子來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腳把它修好 變成比較圓滿 就叫完人 完人 只是把缺點把它修完了 那就要回去了 就叫完人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自覺以後 要自立 因為別人是幫不了忙 我的缺點只有我知道 別人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經常 因為我們經常淹射自己的缺點 我要不要改 也只有個人決定 別人無法決定 所以我自立 我這兩個加起來 我這兩個加起來 我才能夠完成我人性的尊嚴 叫做自主 我們今天 講錯了 講自信 這是天大的笑話 一個人你相信你自己以後 老天就不會去跟你互動 這個信應該是這個信 我們要明白自信 我們要明白自信 而不是充滿自信 不是 我們信老天 不是信自己 因為你信自己 你就很狂妄 我們現在講的很多話 其實都是非常有問題的 只是時間有限 我們每次提醒大家來講 人要了解自信 然後 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你看佛教說 人人可以成佛 人人都可以成佛 你看那個五百羅漢 都是長得奇心怪狀的 你去廟裡頭看 五百羅漢都長得奇心怪狀 這什麼意思 就是告訴我們 不管你是什麼人 不管你長什麼樣子 只要你好好修 你都可以成佛 他不限制的 不是說長得清秀 才能當佛 沒有 各社各樣的人 都可以成佛 完全在你自己 不在乎別人